我国奥运与球队在奥运赛场缔造的历史性的一刻 在本地时间今早的八强赛当中 混双组合陈炳顺和吴柳盈对上了波兰黑马 我国代表直落两局勇错对手 成为我国第一支闯进奥运半决赛的混双组合 而一哥拿肚里综委毫无悬念地顺利抱到八强 可惜的是我国女蛋唯一希望郑轻易 在比赛期间扭伤了脚 只能够遗憾地止步十六强 我国与球队在奥运赛越发越勇 在我国时间今早上演的奥运混双八强赛中 陈炳顺和吴柳盈奋战46分钟后 以21比17 21比10击退世界排名第13的波兰组合 成功报到半决赛 距离夺奖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陈吴混双接下来将对上上届银牌得主 中国的徐晨和马进 而男单一哥李宗伟在A组收官站不费吹灰之力 35分钟内以21比18 21比8 立刻新加坡好手黄子良 李宗伟下一轮对手 将是台湾周天成和香港无云战役的胜利者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我国女单一姐郑轻易在K组最后一战 不小心扭伤脚 虽然最终以18比21 5比21败给日本的伤口欠 但是她的拼搏精神博得满堂采 尽管如此 首相纳吉通过推特 赞扬郑轻易永不放弃 勇于搏斗的体育精神虽败犹荣